好 今天我節目裡面呢 有四位都是帥哥 而且現在都是這個 熱騰騰的劇中的男主角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樣 這這個李珮熙呢 在新的戲當中 全面演的是日本人對不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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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好 你好 你的名字 名字 名字是中村公平 名字是什麼公平的 一個日本的高等 特別高等警察 警察還有特等的 有特等的 有 有... 就是特別稀的那種 對... 好 這個是裡面 這個佩玉有很精采的演出啊 因為好人比較難演 壞人比較好演 壞人比較好... 是不是應該反過來 不是 我就故意這樣反了講 好演 因為你演壞人好得心應手喔 怎麼會這樣喔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覺得壞人比較好 好演... 不行 下一部我要演好人的 真的... 壞到骨子裡去 還打人耶 好討厭喔 好可怕 好 Junior 大家好 小燕姐好 對 這部戲裡面你演的是 好人... 我負責難演的部分 是剛剛是這樣講嘛 對不對 都可以演難演 你是演醫生嗎 我演醫生 我是演台灣人 可是從小受日本教育長大 是 一個革命分子 跟他是死對頭 就是我要抓的人 你要抓的人 我是來平亂的 滿心的 我是來亂的 他是來革命的 來亂的 來亂的 對 好 那跟女主角有關聯嗎 沒有 跟女主角 跟女主角有... 這個不能透露太多吧 不能透露太多 跟女主角有關應該是楊子儀啦 有...都有關... 其實都有關啦 對 他拍戲都是跟女主角有關 他喔 都會 劇情上面 你會當真嗎 不會吧 沒有 那是劇情 劇情上面必須要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害了你的朋友 我沒有害他 我是問他對這個戲的投入狀態 所以當真也是圈內的嘛 你是說 你多了... 多了... 在戲裡面 對... 我不知道... 今天來的孟哲 是跟他們在一個片場拍戲的 一個片場在白河 各位 如果假日要去 你就會看到他們在那裡拍戲 不過要買門票 要買門票嗎 買門票給我們進去 可以跟我們進去 那你們進去要買門票嗎 不用 我們進去不用 打個招呼就好了 對啊 車窗稍微壓得太熟了 拍戲的... 對 就讓我們進去 那就去那裡參觀沒關係 就是不要... 不要站在我們休息室門口 一直這樣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買的門票 就是去看你們休息室來 好啦 可以來看 但是不要在我們拍的時候 在旁邊玩那個小木馬 不好意思喔 聲音不行 別這樣準備喔 聲音喔 對 還有在有人打嗶 或者打人的戲的時候 也不要在旁邊 厲害... 那是很長時間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的 真的輕喔 要流水粥了 他在哭耶 怕了... 有啊 好干擾喔 很尷尬對不對 好不然都會站在攝影機 後面一直跟你打招呼 對... 但是你們那邊很深情的時候 他一直在那裡 嗨...有沒有看到我 真的 好 孟哲也是在那裡 拍一部大愛的戲 對...現在拍大愛的戲 你們那邊帥哥很多 還有Darren喔 Darren還騎在馬上 他騎在馬上 他騎在馬上 帥 不是摔下來 因為那個... 他的劇組配給他的那個重機 相當大台 你知道 他每次就是要上馬的時候 是常常都會NG 還害我無敵大笑場 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是演一個非常帥氣的 日本軍官 對 然後像... 對 但是有一場就是 我非常... 我跟他站不起來 站不完之後 他就非常帥氣的就是 我是維護帝國主義的軍官 我要走了 然後 上去... 對...我知道 他都會這樣 對... 對... 他常常在現場講他新婚這件事 對 就原諒他了 就原諒他了 好 今天呢 其實我們要講的題目是 這個... 崔梅是講的女人嘛 那你們都有女朋友對不對 我... 你沒有嗎 沒有喔 你沒有啦 我有啊 我有啊 我...我有啊 我開始 講你有啊 不稀奇 你講你沒有了這才稀奇 怎麼大家都在等這個 喂 不要這樣 他健健的 有... 有...非常... 其實我告訴你 今天你們來了四位 有... 只有你 我 有 畫一個文字號 不是 我沒有那個圖案 沒有圖案 對 他的是誰 我有畫面 所以你的是誰 我有畫面 你的是誰 我有畫面 你的是誰 有畫面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小燕姐 你剛剛一直叫我 不知道 我沒有聊過這件事嗎 事情可以到這樣子 OK 我們聊過吧 小燕姐 不是 我不認認識他 我要認識他爸爸 忽知欲出了 你讓小燕姐去 帶定你的父母見爸媽 到這個程度了 忽知欲出了 我們聊一下問號的嘛 對不對 對 問號 對 問號 問號 是有女朋友 只是我把她埋藏得很好 為什麼 畢竟不是圈內的嘛 大家就... 也給人家女孩子一點 自己的空間 你確定有 對...我是有 還是男朋友 女朋友 今天我為什麼 其實我總覺得 男人很頭痛的一件事情啊 我必須說 女人真的有的時候 不是很煩 可是她必須要問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對男人來講 不回答不行 回答錯了不行 回答得OK 下次又不一樣的回答也不行 這個問題她常會問 這個問題很無聊 這個問題有的時候沒有答案 但是她一定會問 有沒有道理 真的 很多喔 而且天天問 真的喔 天天問喔 辛苦了 哇 你的那個比較厲害 天天問 你那個有沒有天天問 還好 你確定有嗎 有 她是被你埋掉還是... 藏起來有沒有 草已經長這麼高了 對... 每次跟她談天說 都先點香有沒有 什麼東西 沒有這樣子啦 好 來... 其實我要來請坐... 這些問題都在那裡 女人 別再問這些問題了 好 這些都是她們的親身經驗 而且我們都是問她們自己的 那她說天天會問 你覺得她天天都會問 我今天有變胖嗎 是不是 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遇過 比如說就好說... 好比說我今天有變胖嗎 這種我覺得很難回答 我今天這樣好看嗎 對不對 對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譬如說問好看 我可能是衣服的 但是如果說有變胖嗎 變胖不可能 是睡一覺起來 突然就變胖 有啊 有沒有會耶 會嗎 會 水腫啊 我今天有點腫嗎 對不對 對 水腫... 我今天的臉是不是大了一點 對不對 這種問題你都有回答嗎 我都有啊 對 你是天仙 天仙 那應該是你問對方喔 我今天又沒有變胖 超開心... 不是 你在問他啦 真的 我都超怕的 他到現場都會說 奇怪 怎麼走起來都會水腫 眼腫腫 然後跑越來 所以他是在... 他是已經回答過你這個問題了 那你沒有腫 你今天很好 是不是 他都會... 你腫腫的還是很可愛啊這樣 說得好 天仙配雙魚是... 最搭 99.9分 99.9分 我前一天問尤紅明 尤紅明也是說 因為他是天蠍 他老婆是雙魚 絕搭 你呢 我 配我摩羯 摩羯 對 摩羯我覺得最搭配就是獅子 我也覺得 你是什麼 獅子啊 對 就我覺得還不錯啊 真的嗎 對 你呢 我雙魚 那你要找個天蠍囉 沒有 他那個不是 其實 你是什麼星座 獅子 你是獅子 對 那你那個呢 牡羊 有獅子跟牡羊耶 為什麼要這樣子的表情呢 獅子跟牡羊其實是OK的 其實都是火象星座 都是火象星座 決定很快 不囉唆 炒完就算了 炒完就算 對...炒完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爭吵的話 對啦 炒完就算了 我告訴你 天蠍跟雙魚炒完啊 還要弄半天 那... 沒有兩個禮拜 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對不對 要演一下嘛... 去安撫一下或什麼 很多劇情 很多劇情要講 但是獅子跟牡羊 OK就OK了 不囉唆 其實情緒來得快 去得也快 就是當下可能因為這個事情 會炒完之後過一陣子 冷靜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女人很喜歡問這句 妳喜歡我哪裡 妳為什麼會喜歡我 妳說啊 妳跟我在一起開不開心 妳最喜歡我什麼 而且這個都只是一個頭喔 接下來會很多 妳喜歡我哪裡 比如說我喜歡妳 隨便講 可能我喜歡妳天真好了 那天真 所以是覺得我蠢嗎 我很蠢 天真是蠢嗎 人家說天真 小時候可以用天真長大 不過還天真 那就是蠢喔 然後問完之後 沒有... 然後之後就再問說 女的女朋友 不只天真 而且膽子很小 聽說前幾天有疊到妳 不行 我的天啊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沒有... 因為我後來我有上那個... 這個節目的這個粉絲專頁看 我看到奇怪怎麼看到一張圖 截圖只有兩隻腳鞋子的鞋底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不能怪阿咪老師 平常都是阿咪老師 那一次是Eason對不對 是Eason 那一次是Eason Eason幹的事 你要早去找Eason 什麼時候 空虛生活說溜嘴 楊子儀嚇到滿頭大汗 什麼時候要回來 你常不見嗎 拍攝的時間很固定 可是他就會問你說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回來 要不要等你 你是這樣的意思嗎 傻傻的 那是什麼 我想到了 小燕姐 對不起這一題 我想到 誰想到是誰問我 誰 你是女朋友啦 是你媽啦 其實我知道是你媽 她暖身大汗 對 我知道是不是你媽 但是你自己要怎麼 還有女人很愛問 有關於前女友這件事情 對啊 對不對 對 而且不好回答 因為你不知道是哪一個前女友 不是 就是她 我跟你講最恐怖的是 如果女朋友是 你從朋友開始做的話 其實她會了解你過去很多事 她幾乎是你前女友是誰 她都知道 對 她一旦問出來的時候 一起拍戲嘛 就隨便聊嘛 不是 我是說 就是不要隨便聊 不是 我是說 就是從朋友之前做到朋友 對 聊太多了 對 對 那 就很... 所以最後的一貫的回答 都會變成說 沒有啊 對 就是只能用這個 就是那個 就是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沒有 這個就打哈哈過去 打哈哈過去 其實要這樣講 你是我心中真的愛的第一個女朋友 這樣講 比較... 學到了 這個有點太... 學到了 教你還不管 對啊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怎麼可能 對不對 你是我第一個心中認可 或者心中最愛的女朋友 心中真的愛的女朋友 其他就是女朋友啊 好了 其實她會這麼... 我怕我說不出口 她會猜傳 你輸不出口 你輸不出口 不是...我意思是說 沒有...你在戲裡 那麼深情...深情賣賣的 都看了你 就是如果說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就是那種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就這樣笑笑這樣混過去了 但是如果你要我 這麼生氣的講出 你是我心中第一個 我跟你講 就是危險的時候 他快翻臉的時候 你就講這句話 好 因為我翻臉的時候 也都只能被挨打而已啊 沒有...沒有... 他好像很... 很愛被挨打的樣子 對啊 就沒什麼好話 好 這句話你為什麼很怕 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你藝藏不見嗎 不是...就是因為你工作的時間 其實你拍戲的時間 你也很不固定 可是他就會問你說 你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我要不要等你 我就會說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可能會說 那我今天要不要等門啊 或什麼的 對 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所以是有住在一起 對 你是在那裡 你問的問題不是... 你不是這樣子回答的 你傻傻的 你提了什麼 我愛我 奇怪的問題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太棒了... 我不能這樣子 你... 你們兩個就是好朋友嗎 沒有... 你們會不會到這裡來 我一直在想要... 你知道 而且我不記得有這個板子 你怎麼會講過這東西啊 因為過去嘛 這個問題不能到這裡 對... 你就要簡單回答 懂不懂 小燕姐有很多的問題 是有陷阱的 沒有... 還沒過來 你交過幾個女朋友 這一定會問 這種問題問起來很麻煩 沒有 因為你不好說 對啊 有的時候 自己都不是太了解這個 但是... 你不能問我一個 但是我跟你講 他真的一定會知道啊 對 這個會 是 對 這個是會比較 我在想 我第一次看到Junior 比較熟跟他認識的是 在某人的婚禮 然後他那個時候是 你看 這個名字 這個...這個 這個名字多好 某人剛分手的男朋友 這個名字很容易 誰都可以放到裡面去 是 對 那個時候 那個對不對 第一次有講講話這樣 對... 對... 我想到了 小燕姐 對不起 這一題 對... 我想到了 他想到是誰問我 誰 不是女朋友啦 是我媽啦 對啦 是我媽 真的 對 其實我是知道是你媽 但是你自己要講到 對... 他滿身大汗耶 對啊 他還在想耶 還在想 是我媽 對 我知道 這不是你媽 但是你自己要講 我怎麼辦 真的你... 額頭的冒汗耶 額頭的冒汗 我什麼時候跟製作單位 惹過這個問題 沒有人就記得我惹過 對啊 是我媽啊 是 我也知道是你媽 那你要講出來啊 對啊 是 就是我 就是大學時 是不是 而且就算他剛剛那樣講 你就說沒有同居 只是在家裡等電話 對 安心一下 你要自己著名這一點 結果你的空內一拍 就正名一些 對啊 我覺得他真的是 就是非常適合演這個戲裡是 何泰 何泰 憨憨的 憨憨的對不對 愚民 就是...對 但我給你解釋一下 好可憐 可是大學的時候 就很愛出去玩嘛 對 然後就是晚上的時候 都會跟朋友約去 雕牌啊 喝茶 就是去東區的茶姐這樣 老人的行動喔 不會啊 那時候很流行耶 對...來東區 對 有一次晚上 大概快十點的時候 我又要出門 然後我媽就看著我說 你現在出門 然後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又不知道 就跟朋友約可能 半夜才會回來吧 然後我媽就突然 淚崩 就坐在沙發上淚崩 所以你什麼時候回來 對 然後就完全是那種 之前花系列的那種狀態 就是啪 這樣淚崩 我說你怎麼了 然後他就開始講到我爸 因為我爸 我小時候往生嘛 他就說你爸不在家 家裡沒男人 啪 就這樣講一堆 然後我就... 那我就跟朋友說 那我不過去了 我就陪我媽這樣 那天就這樣 開始以後晚上就不太出 那你叫朋友來家裡雕牌啊 你又可以雕牌 又可以陪他媽媽 那現在呢 現在你媽媽還會問嗎 現在不太問 因為現在沒有... 就是... 現在你都會回家 現在你都會回家陪媽媽 你...你怎麼都... 你真的學不會耶你 你現在都會回媽媽家 你都會回家 你跟媽媽住 你都... 長臉真的太厲害了 預備 我... 我覺得... 我覺得以後 可以不要宣傳嗎 我聽你回答問題 我都流汗了 我好緊張喔 他可能以後喔 簽每個戲合約的時候都說 我能不能不要去做宣傳 預備... 因為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很興奮 因為我以前看小燕之夜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有一天如果拍戲可以來宣傳 多好啊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邊宣傳的戲 那你... 你覺得會是最後一次嗎 以後我應該不敢來 但是我跟你講 宣傳戲真的很有用 真的... 是... 是...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會看春美 對... 憨憨厚厚 你看他們找角色 都是非常有道理 他說憨厚就是憨厚 對不對 是 壞的就是壞 你看 他只是說壞 不是說變態 英雄 你知道嗎 常常一出戲裡面 最...最引人注目都是那個 最壞的那個人 謝謝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就代表不夠壞 他夠了 我看了片段我都覺得啊 夠壞 你有看到片花了喔 有啊 有喔 你要看嗎 我想看 好 我們要去清風電了 我們清風 這兩次敢來敢吃老兄鹹飲 不是我們在鬧事 其實是人生過分 聲音 出來了 你爸爸 為了你生...你生自己 我來處理你的老婆 不介紹 要討厭 你如果真的想要討厭 就是我肚子 我也是肚子 我也是肚子 希望我們去面子的時候 你還能變成一個 經驗的女兒 這個社會性的需要 都不是疑心 現在跟這個運動團 還不可以啊 台灣人的苦惱 我自己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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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應我 爹地跟別人拉我們回來 說我爸爸有所謂的人 就是你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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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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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問題超級多 比佩勳回答就一套 女朋友有的時候會說 朋友跟我誰最重要 都重要 她比較漂亮還是我比較漂亮 當然是你 我眼前的你最漂亮 你一天要講幾遍這個話 好 大約四百二十八歲 你愛我多還是愛前女友多 對 這個是我覺得 不管是哪一任女朋友 幾乎很多女孩子喜歡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 就是要你男生比較 答案就只有一個一定就是 當然是愛你啊 我有辦法怎麼會跟人家分手咧 是不是 肚子這樣講嗎 一定是...沒有 不能說都是這樣 你是要想不同的答案對不對 你看我講這點都會思考一下 你都不思考 學姐 那跟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會問喔 會喔 很多女孩子也都愛問這個 就是 而且會不會找出名字來 比如說你跟某某某是為什麼分手啊 她很好啊 會 這個多少會問到... 你看我都知道問題 我的回答其實都是很簡單 就是其實是 我的回答一律都是這樣 就是我還沒準備好這個各方面 對 是不是 我很知道 你要不要跟他多學學 學起來... 小燕姐 我跟媽媽 我跟媽媽住在一起 我知道你們家還有狗狗啊 對... 你確定你有女朋友嗎 是 因為其實這幾年來 我覺得你是可以很來聊這種話題 是 完全沒什麼負擔 所以我們覺得管乖的 OK... 我是覺得就是 當然現在有一個對象就 該...我們的年紀也不是說 不適合交女朋友 該誠實面對就誠實面對 如果被拍到還是沒有那就丟臉 在看哪裡 沒有 看看每個人的表情是什麼樣子 那我的年紀啦 對 對 今天大家都很坦然 沒有啊 她有跟我說就是 就是講有女朋友啊 沒關係啊 反正30歲了應該 這也應該的啊 這很正常啊 對啊 對 但是你會滿頭大汗的 沒有 我現在已經對了... 這是剛剛留的 已經沒了 沒有了... 好 其實我覺得 女朋友都愛問跟前女友 比如說你對她有多好啊 你對我怎麼樣啊 那她比較漂亮還是我比較漂亮 當然是你 我眼前的你最漂亮 你一天要講幾遍這個話 大約428遍 遜到就講 她不Cue也要講 也要講嗎 以秒計次就對了 對 以秒... 對 不過真的耶 雙魚座有的時候要多講一點 對不對 雙魚座真的滿喜歡被誇獎 被誇獎 時時注意到她對不對 很重要 關心到她 關心啊 賦予這個關心跟問候 舞陽座比較不需要是不是 也是 我覺得女生基本上都是需要的 都是希望聽另外一般 你們的女朋友 你們的女朋友沒有問過一個問題 媽媽跟我調到海裡先救誰 這個問題我覺得超蠢的耶 真的 所以她問出來我就... 她真的有人問啊 真的有人會問這個問題嗎 真的有人問啊 沒有 我現在那個 她沒有問啦 這是以前遇過 對啊 以前遇過的 對 我在戲裡面也有問 什麼 我在戲裡面也有問 你問誰 我問春美啊 說什麼 說如果我跟她 掉到海裡面她的救生 我真的這句話 真的很蠢的一句話 我這句話完全說不出口 我覺得這個太蠢 對啊 任何比這種問題都很蠢 對 通常女孩子問這種我就說 那我跟妳爸掉海裡妳救誰 就是訪問回去 對啊 你們都好財心仁厚 要不然就怎樣 我通常... 你們要直接就沒事 如果想問這一句出來 春美怎麼回答呢... 她就說 因為... 因為她自己不會游泳下來 她第一個她不會游泳 她第一個... 她第一個不會游泳 然後再來說我是漁民啊 對啊 我下去救她就好啦 我幹嘛 對啊 對喔 但我也對喔 這樣滿合邏輯的啊 滿合邏輯的啊 對啊... 但是女朋友有的時候會說 朋友跟我誰最重要 當然是女朋友 都重要 都重要 真的啊 我很實際的回答 對啊 都重要啊 就是朋友也重要 因為社交關係 其實在男生的生活當中 非常的重要啊 對啊 但是喔 我憑良講 有些男的 真的會覺得朋友很重要 那就表示 那其實這女生 我就奉勸 這個女生 你也不用浪費時間 在這個男生上了 因為... 對啊 因為你沒有辦法 比那些人重要 是真的 基本上如果男生做得好的話 女孩子不太會問這個問題 對 真的嗎 是 如果你真的一天到晚 要跟朋友出去 女孩子才會問這個 可是如果你做得夠好的話 就不太會做 好 那我跟工作 誰重要 會不會問這句話 怎麼會我們還是問這個問題呢 我跟你講 因為... 好 結果要反手拍就出去了 你...你可以啊 當然不可以啊 對啊 出去往自己臉上擋 因為其實... 好 這個其實有的時候是 老婆會逼急了或者女朋友 就是說她太忙了 那她會問到底 你每天都在為工作的事情出去 有的時候你知道 不只是去像你們 不只是騙場 有的時候去印刷什麼 她都算是在工作內 那她就會說工作跟我 那你怎麼回答 但是你不工作 你沒有辦法維持現在生活的質素啊 所以... 其實基本上 要找女朋友也不要早會... 就這樣子 她必須要理解到 工作很重要 是 沒有工作我現在沒有辦法 維持現在生活 我覺得女孩子會問這個問題 是幾個階段 就是要滿這個女孩子 自己失業當中 要 對 她每天沒什麼試做 她沒有生活重心 對啊 對 所以要找一個女孩子 就有事業重心 可是我覺得如果結婚 她在家帶小孩 她寧可你趕快去工作賺錢回來 所以就不會問這個問題 不對喔 她有的時候也在帶小孩 一個人真的很辛苦 也希望你回來 能夠幫她分擔一點 是... 你最怕女孩子問你什麼問題 你這裡面有沒有 我第一個最怕的 我不要講 我先講第二個最怕的 第一個最怕...不是耶 不是 好 我第一個最... 對 第二個最怕的是這股 你是不是沒有錢 很重要耶 你們會這樣問你 這個是...就是 包括了成長的歷程啦 就是來... 因為說說女生問你的問題嘛 可能是來自於媽咪的關心啊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的關心啊 然後就你是不是沒有錢了 這... 我現在講得太認真了是不是 我很認真 那你們都應該被問過 對 其實我也滿怕這一句 我媽媽只要問我說 你是不是沒有錢了 我就會覺得 你把媽跟女朋友都搞不清楚耶 我媽... 你媽會問 那你媽會不會問你 你是不是沒有錢 你女朋友會不會問 連女還好 其實都不太會問我這個問題 對 那你就是滿有錢喔 沒有... 大概錢多他們知道有多少 所以你不會不用問我 沒有 因為我... 某部分我比較傳統 我總覺得就是男人要可以掌握這樣 就是要什麼 要買什麼 我沒有 要什麼 我OK 我處理 所以我很怕 這個同時也是一個 所以當他 這好漂亮 你沒有反應 他就會問你是不是沒有錢 對啊 帥耶 像我們不一樣 我們跟媽媽 媽媽會有問我這個 你是不是沒有錢啊 所以... 因為錢大家都在他們那邊啊 所以就你是不是沒有錢了 就是零零用錢的方式 是反向問法 對啊...問法不一樣 好 第一個問題是 妳會不知道嗎 但我不要講 講出來要害自己 怎麼會呢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但不是他問啊 不是他問的啦 是全部我們這些 妳這應該是親朋好友會問 對啊 我最愛問 對啊 妳今天沒問我 反而覺得非常驚訝 為什麼 妳這想好怎麼回答了 結果沒問 對啊 不是 我覺得喔 給壓力要在那個他快... 快要... 不是 吹嘴 不是... 不是 好的 我來了 不是 是在那個 你知道結婚前面 都要有一個衝勁 其實已經快要結婚了 可是就是有點... 你知道要結婚是一個 會犧牲很多 是 或者是從此以後就不一樣 你眼睛一直這樣看我 你不知道結婚有多恐怖嗎 不知道啊 但是我還滿像我 對啊 對啊 其實婚姻 他這兩年很想結婚 對啊 我有跟珮遙哥聊過 對 我都會去問很多 有關於他的意見 還有他 他們兩個實際就是 你問兩個沒結婚啊 你為什麼不會有許孟哲呢 因為他也是 剛剛交往的時候啊 就是穩穩的 然後感覺就是要邁入 人生下一個階段 對 我覺得你多開口多危險 真的 對啊 不只自己刨洞 還把我們的洞都弄好 然後再一起拔就進去 你是焚酥... 焚酥坑乳也不是這種做法 焚酥坑乳 你也做穩穩的啊 那... 那你會怕他問你這句話嗎 倒是不太會耶 倒是不太會 因為其實 對啦 某方面我覺得 所以我的年紀到我也是 比較想結婚 可是其實 有的時候看對方的意見吧 對啊 我的對象不會跟我提這個 開這個口 你的對... 對象是沒有意見對不對 他喔 不是... 女生吃飯猶豫不決 挑戰男生忍耐極先 問問一下你吃什麼 這個問題真的是超可怕的 新日本料理他一種不一樣 對 對 妳說吃燒肉代表... 沒有 對 那吃漢堡呢 哪裡也有誰去吃漢堡 到底要吃什麼 你會怕他問你這句話嗎 倒是不太會耶 倒是不太會 因為其實 對啦 某方面我覺得 我的年紀到我也是比較想結婚 可是其實 有的時候看對方的意見吧 對啊 我的對象不會跟我提這個 開這個口 你的對... 對象是沒有意見對不對 他喔 不是 他不要喔 對啊... 目前 我那天 訪問吳克群 他說他是一個不婚主義者 為什麼 怎麼坐雲霄飛車都不會婚嗎 好累喔 這樣轉得有點累 但是他是說他不婚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當你跟你女朋友交往很久 當他知道你是不婚主義者 其實這是一個危機喔 對不對 你沒有這個感覺 我沒有...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知道說 你在節目上講 我是一個不婚主義 他回去一定翻臉 對啊 好像是畫線的感覺 是不是 先把線畫好了 線畫好了 對啊 是不是 對 這樣感覺會好像 那我到底 一直跟你繼續下去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對 有些女生可能會這樣 你心中會有問號 對不對 對 如果你是女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他是不婚主義 你心裡怎麼想 這個我要思考看看 人家有一個女生的角度 去思考 他知道你交會起來 在一個女生的角度去... 沒關係 我會好好照顧你們 你們這樣兩個都女的 對啊 不知道 如果相愛 應該就可以維持下去 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對啦 我覺得兩個人對於這個 同樣看待這件事情的價值觀 我們要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我覺得問到這個結婚的問題 突然四位的男生 整個的氣場啊 都凝結起來 那這樣本來很歡樂這樣 突然... 這個... 我們非常嚴重的在傳達 對啊 認真的在面對這件事 對 我們非常嚴重的在傳達這個 而且我看起來這四個人當中 可能楊...楊千元 你會比較早結婚嗎 我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還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要跟一個女孩子 提到結婚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真的要完全穩定的 就不管是經濟 而且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有一個關鍵就是 你房子買了 你才有資格跟人家提這件事情 對喔 男人這個... 這個壓力很大嘛 對不對 一定要買個房子 你買了嗎 你這樣問我一定是... 對啊 沒有 買好了... 對啊 還沒 買了 你在等什麼 我住家裡啊 叔叔 沒有啦 就是... 不是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這兩年才開始認真拍戲 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呈減一段時間 而且現在房價 對不對 像你們喔 交女朋友的時候 怕不怕 女朋友就是... 不是現在 以前剛開始交的時候 他會問說 你要不要去見我父母 或者說你要不要帶我去見父母 我以前很怕這個事情 你不怕嗎 我都主動去問說 你要不要在我家裡 對啊 所以這次有自信對不對 你看 我臭屁 你看 沒有 公司 因為我一直都跟長輩還滿... 還不錯 對 所以我都會巴不得就是 他說再等一下... 會不會看完春梅這個戲 他父母就說 你們要不要認真去看一下 李佩絮這個人喔 到底是好人壞人喔 他演壞人演得好像 不會啦 他都知道演戲啦 真的 入戲太深啦 那我都會安慰他們 那是戲而已啦 你呢 你有沒有去見過人家父母 有... 那他有沒有見過你父母 有... 那個什麼時候才待見父母 我覺得這個要一定的時間耶 就像以前有女孩子問這種的 我幾乎沒有帶去見過我爸媽 我覺得有點可怕 會怕對不對 會怕... 因為自己都還沒有穩定 我媽媽講過自理名言 就是不要隨便帶回來 我會不記得誰是誰 叫錯名字不關我的事 有道理... 每個媽媽都會講這句話耶 對啊 其實妳這樣的 我叫錯妳就慘了喔 我就OK 好耶 對 對啊 對 妳媽媽也說過這個話 她從... 每個媽媽都說過這句話 而且我真的很怕 就包括公司裡比如說 她一直嬌嬌啊 一直... 我說妳跟別亂帶來 我會搞錯 對不對 對啊 總不可能還幫妳寫名冊嘛 對啊 今天來了 很麻煩喔 先...先簽個簽到名字 先簽來 跟錄影在樓下警衛一樣啊 簽到一邊確認一下嘛 要簽證喔 先簽名 楊先生應該沒這個問題吧 楊那有 我覺得是很緣分啊 因為你開始就一起拍戲了啊 沒有 就是不見得是 還有其他的親戚啊 這些我覺得能遇到 或能見面 我覺得就是看緣分 你呢 我覺得也是看 我覺得自然的狀況下 發生的話OK 可是如果是刻意問說 哪天要不要...要不要見父母 或者是不管是說我去見對方 或者是要... 對方要見我父母 我都覺得 那樣子感覺好像有個什麼目的在 對 我真的覺得 如果一個女生到 你要自己去問男生這個時候 你們就乾脆不要繼續下去 真的嗎 因為男生 如果他會要帶你見父母 他就會帶了 來不及你開口問的時候 是不是 其實是這個樣子 是誠意也是一個單位 因為我覺得如果會讓你 帶你去見對方父母 表示對你有一定的認定 一定程度的期許 一定程度的認定 那你主動就會安排個機會 安排時間去帶 對啊 還有呢 女生就說 你來家裡接我 但是你進來坐一下 其實就是讓你去見父母 對 對不對 對... 但是坐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看他父母的表情 你就知道 自己在人家心中的份量 原則上是他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如果他自己住 叫你說要不要上來一下 就是不太好 有點危險 對 隨便不要隨便就上去 對... 這是你的傳統的經驗嗎 沒有 那就比較危險 那不要隨便上去 真的嗎 對... 很危險 對啊 看起來 男生也是怕危險的 那是離你太遠了 對啊 好... 我覺得還有一些女生會問一些 比如說 你希望我結完婚以後 還要不要去工作 你們會怎麼回答 如果 要 要 要 你說他要不要去工作 那當然是他還你要 不是 你說結完婚 我可以不去工作嗎 你是想這樣問嗎 不是 我跟妳結婚 我可以不要工作嗎 不是 你真的就說結婚了 我跟他去工作 你當然是... 當然是他問 能不能你問嗎 不是 我覺得陶子 陶子姐跟李仁哥 一開始剛結婚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也很好 對 其實陶子出來 然後 對 連人都在家裡顧家 我覺得其實那個狀態也好 你也OK嗎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啊 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看你想工作 還是我想工作 兩人彼此協調一下就可以了 他不錯喔 不錯 來... 鼓掌一下 還不錯... 身心健全 你不要害怕 我們是真的鼓掌 是真的還不錯 沒有...是真的 你呢 我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會看他自己想不想 可是如果他不想工作 我也不會逼他 但是我會叫他找一件事情做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說 你生活還是要有個重心 不然你每天眼睛張開 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覺得到時候 他會有個問題 就是每天 就像你剛剛講的時候 每天會問說 你幾點回來 你今天去哪裡 而且我們的工作 太多時間在外面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找一個事情 可以變成他生活重心 那我覺得這樣是OK的 他即使他不想工作 我會看他自己想不想 可是如果他不想工作 我也不會逼他 但是我會叫他找一件事情做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說 你生活還是要有個重心 不然你每天眼睛張開 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覺得到時候 他會有個問題就是每天 就像你剛剛講的時候 每天會問說 你幾點回來 你今天去哪裡 而且我們的工作 太多時間在外面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找一個事情 可以變成他生活重心 那我覺得這樣是OK的 他即使他不想工作 那如果他說 我跟很多朋友去玩一下 其中有你不喜歡的男生 一起出去玩 你們會答應嗎 會 我說你怎麼面無表情的說會 你去去看的樣子 沒有啦 會 一去看看啊 不要啊 你就讓他去啊 因為 其實 不是你的 你再怎麼關他也不會是你 我 看我臉色應該 他就不會問這種問題了吧 我基本上我不太... 我覺得如果有我不喜歡你 你去幹嘛 那我就會問他 那如果我今天去個場 那個女生你不喜歡 我可以去嗎 不可以啊 那就大家 他不會問 很棒的回答 他不會問 你很會反送他 對... 他不喜歡那個人 他就不會跟那個人 也是一樣 就不會問 對... 因為我們當然將心比心吧 如果我今天 就是像剛剛舉講的啊 如果說有一個女生 是他不喜歡的 我們也不會跟他女生 其實你知道 今天我從你的問題當中 我就知道你們四個 其實在你們女朋友面前 滿有自信心的 除了他傻一點以後 我是這個角色的關係啦 是角色的關係嗎 傻耶 好 女人有的時候會問一些 很奇怪的啊 沒有意義的問題 我們晚上吃什麼 這個問題真的是超可怕的 你決定就好啦 你說吧 你去晚上吃什麼 女孩子一定要... 你說吃什麼嘛 快點 日本料理 吃你 日本料理 你們的手才是 因為那個時候的聲音很大 什麼嚇叫那個 沒有人說可以吃你啊 很久沒有人對我這樣講話 對啊 所以我講的那意義是不一樣的 對 我要想像我自己是一個美女 OK 妳還是美女啊 不要 其實喔 我的意義 妳好斷然地拒絕我 妳有想過我的心情嗎 妳做什麼 不要亂調情 可以了喔 對 你不要亂調情 對 老豆腐不好吃 好 對 其實喔 等妳說了吃日本料理 她就說不要 對 妳說吃燒肉 代表 沒有 醃好大 對 那吃漢堡呢 誰去吃漢堡 那吃個到底要吃什麼 妳說要 對 她要等 妳要等到妳講到 講到她要吃的那一個 那我們就覺得 那妳為什麼不早點說妳要吃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肚子很餓 然後一樣她問她女朋友 要吃什麼 那女朋友就說隨便妳決定 她就說那不然我們去吃漢堡 她說不要 那我們去吃可能去吃牛肉麵 她說不要 然後後來又叫她想 她就說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妳決定嘛 然後後來我那個朋友 她真的很餓 她一餓脾氣就說 她會不好的那種人 她餓到她直接跟那個女生說 氣得到 氣到 很悶 因為我在旁邊我也是等他們決定 我們才要跟他們一對情人 就氣到 重點是那女的更厲害 寶貝妳好瞭解我喔 這個其實也就是告訴我 男人的耐心是有... 有極限的 你可以撒嬌問一些問題 也可以聽到你想聽的答案 而且這些問題你可以問很多次 但是要在一個極限之內 男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今天非常高興 給我們男女都上了一堂課 希望下次你們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又有新戲上演 好嗎 一定來... 來啊 你還要來嗎 會... 不會... 我快一小時後 聰明一點我就再... 好 謝謝... 謝謝...